谈谈股份1211 因为昨天是焦点 看到比亚迪 昨天是跌下来的 消息指股神 不菲特的外障 李禄减持 最新显示是连续两天 也有减持 上周四和五 累计套现了24.4亿 平均价大约224.2 和227.6 看到比亚迪 现在盘前对盘 微微下跌 跌下1% 现在的减持消息 人家是很低位买的 应该赚了不少 所以你没有跟股神比 是的 这是外障李禄 股神会不会减 他们两个都有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今年升了不少 尤其是之前 现在的减持 对股价的影响 有多大呢 我想短线的压力都在 其实汽车股 今年上半年是一个 真的相当不错的机遇 就是刚才我经常说的主题 就是去年基数 其实汽车股去年下半年 可能是复苏 其实过去这么多个季度 或者月份的销售数据 其实都不差的 尤其在新行员汽车方面 增长在国家政策之下 其实更加在飞晚进 这里高速的开行温暖流后 到下半年 那脚车到了 马里再上升 其实都蛮有力量 甚至乎整体成功的车软销量 那些汽车工业协会 预计下半年 其实增长会广缓 甚至个月份有些下跌也不及 因为基数 所以汽车股 你基本的环境 去下半年会比较艰难 所以本来讲 其实它去到这些位置减持 特别你看到 你说大概五月底的股价由低位置淡上来 现在大概去到 就是超过六成了 基本上从你那个一月份高位量量度上来 其实真的有相当的阻力在这里 你看到股价去到 其实之前那个大区 我先看看 去到这个240 刚才就10% 刚才你有沽了一个美价 240那位其实去不了 就是再难充上 所以其实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区 那究竟回落回到楼下 其实一个 你曾经在 这个是4月5月那时 在200元这关口 都曾经挣扎 然后再撕下来 可能那里是一些 基本的支持平台先 就是如果那些人可能 因为都见到有些人会说 会不会有得可以骂一下 那反而真的要等一等 对不对 等一等先 其实现在呢 就是市场刚才所说的 气氛真的比较审慎了 闹底从来都不容易 现在更加难 所以我觉得是 你与其说可能赚 就是薄的反弹 可能赚少一些价位 不知道的 可能你等等多看清楚 有一个势头出现了 甚至可能有些行业 个别公司有些好消息 跟一跟个势 上去赚一些更好一些 这么起来 rian 年轻人 越元 感谢观看